只是说我们怎么来解释圣经 来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在创世纪 大家都 这个事情都很熟了 我不多讲 我只讲前半段 讲的是一个人类集体背叛神的 一个规律跟经历 然后呢 神一定会介入 而且导证的 所以说这个巴别塔事件 其实我们刚刚问的所有问题 都跟这个事件有关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事件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这个事件 第一个 这个经文里面说 都是一样 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常人类有一个同样的 一个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 而且这个意识形态不是从神而来的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向世俗靠拢 我们越来越远离神 向东边迁移 然后到一片平原 我们都希望舒适的环境的 神是要教我们遍满全地 我们却喜欢聚集起来 我们喜欢舒适的环境 就住在那里了 违背神的旨意 神要人遍满全地的 什么叫做把砖烧透呢 我们就会研发技术出来 技术就是科技挂算 然后呢 这个技术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经济 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 然后塔顶通颠 我们就会挑战神了 要传扬我们的名 我们要代替神 通常是谁呢 是精英主导的 免得分散 就是人类集体来背叛神 变乱口音 神一定会介入 而且呢 神一定会导正 所以这是一个 人类集体背叛神的一个规律 圣经上面有写的 来看我们怎么来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规律跟我们今天谈的有什么 所以这个规律就是 一定是科技挂算 然后一定有精英来主导 然后经济繁荣了 然后就形成了功利思维 人心就从谦卑敬畏神 到骄傲自大目中无神 然后道德伦算腐败 最后神一定是介入以归正 所以这个就是过去 就是说一点一点 那我们来看 那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不进教堂呢 却有这么好漂亮的 他们以前是多么的敬畏神的 那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工业革命 他们发明了两部机器以后 他们慢慢就相信了现代主义 美国呢 自信革命就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出来 自信革命的末端就有了网络革命 网络革命就掀起了自由主义出来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说我们只要关注教会外的事情 不只看教会内的事情 我们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传福音才有效果 所以说这个是一条老路 那过去人类有哪些文明史呢 第一个是史前时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石器时代 铜器时代 然后到了农业时代 人类就得温饱了 那真正人类想富足 是工业时代的两部机器出来了 机器跟工具是不一样的 待会我们来谈 信息时代又有这个虚拟的公路出来 那我相信将来会有一个新机的公路出来 就是第三个 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的形成的历史 世界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演变过来的 那我们就来看工业革命 怎么引发的现代主义呢 工业革命怎么形成的 工业革命是两部机器 一个是蒸汽机 一个是发电机 所以一开始就是怎么样 科技挂帅 然后工业革命基本上造成了一个 我们把我们人类的体力是大幅度的提高的 我们人类在自然界是一个弱势族群 我们跑的也不能飞 也不能够到海里面 但是这部机器可以让我们上天下海 让我们在路上比任何动物都跑得快 可以飞的比任何鸟多高 可以浅得比任何鱼多深 而且一个70公斤的人用起重机可以起重起 就是说1000吨的东西出来 所以基本上工业革命是把个人的体力大大的提高 然后这个机器太好了 太多人要买了 所以就有市场出来了 以前世界上没有市场的 以前的人都是以物易物的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呢 就有一个市场出来 所以经济就繁荣了 有市场出来以后呢 就需要资本的投资 那资本掌握在谁手里呢 资本掌握在精英的手里 然后马上就有城市化起来了 以前人类是被水限制住的 人必须要着水而居的 但是这两部机器解决了人类 所有的水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地下水的问题 所以人就开始到城市里面 这时候才开始 人类就开始聚集起来了 然后人类就富足了 越来越像巴别塔了 是不是 人就开始骄傲了 因为人觉得是说 我们发明的机器 把自然改造的 比神造的自然还好 让我们有更理想的社会 让我们有更多的富足 所以就开始挑战神 所以自我的意识就起来了 所以现代主义呢 他基本上还停留在 对于圣经的怀疑 还没有把人抬高 他们怀疑什么呢 他们怀疑圣经里面 所有非理性的东西 圣经怎么可能是 一字一句都是神漠视的呢 圣经里面超自然的东西 我们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 现代主义的 他们说圣经只是一个 很好生活的指引 怎么可能 哪里有人是圣灵感应的呢 这个是不能解释的 然后人怎么会有罪呢 圣经是讲爱的 圣经不讲罪的 所以就开始把人抬高了 然后怎么可能有复活呢 就是明明我们科学的证明 人死的是脑死了 心脏停止了 呼吸停止了 这些都停止了 人怎么可能再复活呢 所以他说 怎么可能耶稣再来呢 所以现代主义是对圣经 起了很多的怀疑 那圣经里面最被挑战的 就是创世纪 他都是神话 然后呢 任何神迹奇事 他们认为是一个预言的 神没有介入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只是一个预言告诉说 然后所谓的预言呢 都是事情发生后 补写进去的 启示录呢 是人想出来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欧洲人就开始进入了 世俗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就有所谓的 conservative跟progressive 就出来了 所以说就是保守的 是认为圣经是不能够挑战的 但是进步的 他就认为圣经只是一个 好生活上的指引 所以任何神迹奇事 都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走上了 八遍他的老路 所以世俗基督徒就出来了 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欧洲人过的 还是一个圣经指导的一个文化 他们也讲爱 他们也讲就是说尊重别人 但是他们关于最基要的信仰 已经不相信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大家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吴 圣经 成年 在